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用功 非常刻苦的一个太极拳爱好者 他是真正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爱太极拳 所以他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他一直用心用身体在和太极拳交流 非常投入 所以这就表现出他的持之以恒 持续不断的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是这个表现 太极拳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对太极拳很喜欢 所以他对太极拳这种追求和思考一直没有停 一直在往前走着 所以他对太极拳的认识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这就保证了他在教学生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解给大家 可以把太极拳非常详细 非常准确和正确的传递给学生 另外就是从巴里斯他的师父 陈世红老师我的师兄 他非常喜欢巴里斯 巴里斯跟陈世红老师恐怕也几十年了 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弟子 这个弟子呢 他不招惹是非 他就是喜欢太极 他没有别的什么是是非非的事情 没有 非常纯粹 所以这个也是让人很敬佩的 生活呢 也非常简朴简单 和朋友交往呢 也是非常公正公平的 端端正正的 所以他人也受人喜欢 然后又比较敬业 非常尊敬这个权 用心去爱他 用身体去感悟他 所以他 是我见到的 对太极文化 一直是孜孜不倦在追求和理解的一个老外 所以我希望他做得越来越好 我也认为 欧洲的这个 学生呢 能够 如果能够遇见这样的一个老 太极拳老师是不容易的 所以 希望他能够把 这个书键拳管 也能像他自己练拳一样 做得更好一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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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